大家好 歡迎回到芒向編輯部的《笑聲芒新聞》節目時段 今節有我許傘 另外有我們的義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河馬要離婚再去美國再婚的風波 在眼神、聲音、氣氛充滿迫力時 他的直播竟然斷軌了 大家等了約莫一日半 竟然讓他絕處逢生想到可以用小紅書再做直播 當大家熱之期待究竟他和可白搞得如何 其實不是想聽他有什麼說 就是看看他和可白搞得如何 究竟他們倆會不會炒大鑊 會不會離婚 或者可白忍不住要爆他瓶 雖然有影片拍到他們倆語中 河馬也擔著姐姐遮著可白逛街 又說買一部iPad去做直播 不過看到最新的直播似乎是用手機做的 因為記得是打直的 是 打動機的話 代表著他的屏幕也是窄身那種 用手機直播這一點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都很方便 也沒必要用到iPad 說真的 或者他現在口袋也是窄 他自己也這樣說 環境也不太好 不過是先捱著的 那就厲害了 如果大家想聽直播有什麼說 麻煩按下連結 你就會看到比較長一點 不過我們今節想說一個重點 就是他在直播中提到 覺得很多黑粉就不知為何多到這樣 他的意思是現在他就出了名了 成為城中的名人了 又是你們覺得香港廣大的市民捧紅了我 但是現在最喜歡來攻擊我又是你們 是不是你們不能帶我 是呀 他覺得自己非常紅 紅也是因為多得你們 現在我紅了 每個人都眼紅他 是不是這樣 所以才一個人罵他 每次直播大班人在罵他 其實他以為 其實每個人都是同一個人 會覺得有些人就不知 開十多二十個帳戶 又進去罵他 說他還是怎樣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沒有那麼多黑粉 只不過是你們這些人 一個化身就十個 你成一成的數 如果有一千人進去罵他 其實可能唯起來只有100個 甚至乎有些人說 買很多帳號還是怎樣的 他講到這樣 不知道是誰聽回來 他那些就隨口當備級 因此他覺得很憤怒 其實他都說過很多次 又說自己日後發達會怎樣怎樣 又說會做善事 會去幫很多人 甚至乎對城市的朋友都心淡 日後發達會去幫一些山卡拉的地方 就像古天樂先生那些 去一些偏遠的地方開學校 他都有這樣的目標 他都說空懷大志要這樣做 不過就是因為 這個他的說法 你不要這麼生氣 我不是認同他 我絕對不相信他會做得到這件事 他就算中了六合彩 他中了幾次 中了幾十次 才能做得到這樣的效果 當然沒有這樣的可能 再說下去就更加誇張 亦開始在這裡叫自怨自艾 即是說我們經常投訴他 搞死他的直播 跌到小紅書 還要繼續進來追擊他 進來講他 其實是你太討厭 但因為他又覺得 他們兩個逛街 有人找他們拍照 打卡又說支持他 他會覺得 為何現實的世界和往上的世界 差那麼遠 你們這些就是黑憤 是的 他在現實之中 不會有人特意去罵他 但他始終很多人認識 有人跟他打招呼很正常 他以為每個人都是他的粉絲 又說他認為最自豪的一次 就是他在酒樓吃飯 但經理又請他吃甜品 他很開心 經常拿來講 今時今日還在說 台人是很好的人 我直接爆了那間 是杜香 杜香 他整頓飯 由頭吃到尾 由頭讚到尾 意思是 一來到的話 那間店舖 應該是經理還是店長 就主動招呼他們 還說有人看到河馬 還是怎樣 跟河白說 是嗎 誰知道 誰不知 就現身在他們分店 哇 真的很開心 所以店長熱情地招呼他們兩個 還找他們兩個合照 打卡 多開心 還有 得到河馬的加持 大讚 這個店長 懂事 有前途 厲害 第一 第一天 財商學院應該要給榮譽 不用留 直接給榮譽學位的那些 這麼厲害 畢業證書 喜歡印幾張幾張 還有 一條耳也很大條 真的認識了 一條耳很大條 然後才剛才提到 最後又送甜品 不單止 濕紙巾也多給幾張 是嗎 是啊 他感到最自豪的一刻 就是可以多拿幾包濕紙巾 很值得你自豪 對嗎 像我們這些 尤其是我這麼便宜的 都收起來了 對嗎 這些是便宜的 又說拿幾張走的 又在抹鞋 用來抹這些 濕紙巾 放在袋上 還是怎樣 有時候我免得浪費 有些人放在那裡 我沒用到 我就把他拿走 抹東西也好 什麼都好 回來了 他現在說自己這麼猛料 他本來也有鴻圖大計 要做什麼做物 他認為 你們這些黑粉 怎樣搞他 搞死他 他不能夠發達 如果他不能夠發達 他不如躺平 他躺平 只是每天在這裡做直播 是嗎 他的意思 大家聽回 他原汁原味 最直接 否則聽我們複述 他整個意思是 這樣的話 他認為香港政府有很多錢 多他不多 少他不少 就算他接下來去拿中緩 拿中緩 就繼續做直播 反正你們迫我要做直播 這樣去搞 還是怎樣 我躺平的 我拿中緩 我繼續做直播 吹嗎 我繼續跟粉絲互動 還可以吃政府的中緩 即是生活也好 或經濟也好 家庭問題也好 各種原因 經過社主的批核 才會批個中緩 當然 有些人基於某些原因 例如單身家庭 有保令 補貼等類似 有些金錢可以給你 或是傷殘 或是失業 他當然未了解清楚 整個中緩 究竟是怎樣 他先說 但你會被人感覺到 他們兩個 甚至乎三個 連河白 河馬仔 不知道他會怎樣 會否真的玩得這麼準 可以申請中緩 當然 申請中緩 需要一些資格 我們另一節 可能慢慢再說 但只聽到這裡 都眼火爆 我在直播時提到一個點 我第一次聽 這麼厚面皮 你又帶勞力士 咦? 你看看自己在戴什麼錶 可能你說我不是 我都在戴Omega 或者Delta 其他什麼名錶都好 但你想想 你又帶十幾萬的鑽石戒指 又這樣又那樣 你竟然跟我說 要申請中緩 還有大隻類類 這些是過份的 有手有腳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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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聽到生氣 叫人聽到 都覺得非常憤怒 直接說 你肥脆 你做很多事都可以 特意不做事 還要跟別人鬥氣申請中緩 我們看到當時相當多聽眾聽到這群 很生氣 河馬 再加上河白 最新的花名叫河九圈 你現在竟然接受河馬的條件 帶你去改嫁給另一個美國有錢人 雖然他只說實話都沒有一撇 但已經看見他很甜思思 也不知道他自己想像出來是什麼 回來了 大家非常生氣的時候 網民發信到不同的政府部門 分別有兩大部門 竟然驚動了特首辦 稍後再說說信的內容 另一個大家都猜到 就是發信到社會福利署方面 我們說說信的內容是怎樣 特首辦的內容是怎樣 首辦你們好 擾讓數月的那位亞太 或者俗稱叫河太 今晚又在小紅書發表他的謀論 令人憤怒 已有網民 Email社署 詐騙組投訴 我覺得又要打擾一下特首辦 請你們提示一下 請他們積極跟進 給大眾市民一個交代 厲害 網民覺得害怕 社署的詐騙組收到消息 可能怕他們會抬蠻 這樣的話 是否要特首辦再向相關部門施壓 還是怎樣 如果這樣的話 你應該要發送給所有行會成員 這件事要在下星期二 行會開會的時候 要出來說 對 最好是這樣 最好是要快點發送 所有立法會的議員 全部都給他一封 每人都要他跟進 這樣才是 要用最低的力度向政府施壓 我初來打算在行會說一下就算了 台勇的意思是 要加上立法會有一個議程 是呀 好好招呼他 這個厲害 如果他搞得這麼大 他就繼續自豪 那整個立法會都是黑粉 我想會是 在他眼中 是呀 何馬眼中肯定 整個立法會所有議員都成為黑粉 是嗎 所以我就說 放在行政會議談一下就算了 我怕他連其他人都會罵黑粉 麻煩了 好了 我們說回 對於社署方面的信是怎樣寫的 都頗感人肺腑 你好 你好 我姓陳 想舉報有人浪費社會資源浪費公帑 我想舉報社會風雲人物 應該差兩個字 社會賤格風雲 風雲 風雲 不是拍電影風雲的風雲 社會風雲物 俗稱 他很可愛 俗稱 河馬 我想人家不知什麼叫河馬 俗稱河馬 這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名字叫什麼 這位河馬 更不知道 這個人物是否再領取綜援 因為這位女士浪費社會資源及浪費公帑 這位女士現時為網紅 直播主 在直播中揚言 作為香港人應該有香港人的福利 就算申請綜援 都不打算會打工 因為她的說法 要不就要做老闆 要不就不會打工 打工都是黑粉 第一次聽 問所未問 希望社會福利署能好好調查一下 為何我們香港交稅的人 要為這種有手有腳 因為他本人不願意工作 就要為他生活而幫他埋單 這對我們納稅人公平嗎 當然是公平 當然是公平 神經病 神經病 肥肥大隻 你的脂肪 不吃飯 什麼都不吃 我想起碼熬了兩三個月 不停燃燒 像鵝鋒一樣 斷食 這樣把自己的脂肪消耗 可以 減肥 這對我們納稅人公平嗎 忠援是比真正有需要的人 作為納稅人 我感到無比憤怒 厲害 很生氣 很生氣 這封信 我看到有些標題 是人神公訓 還未成為神 很誇張 神也驚悚 神也驚悚 沒有的 人討厭了這些人 沒有所謂 寫得形容詞 誇張一點 沒有相干的 所以那些人本來覺得 只是給社署的詐騙組就夠 不過有些人說加料 其實記住 那個人本來只是給了 陳先生給了社署的詐騙組 但是有網民覺得不夠 所以有個叫牛牛的網民說 不好意思 我加了些料 所以傳到特首辦 你已經不夠 你看看大家是多憤怒 是啊 我不知道 會不會要 哎呀 不行了 特首辦之後 應該要傳給中聯辦 有沒有人這樣做 這些事情 我傳給中聯辦 人家也不會理會 不過也不知道 可能是有人這樣做的 越玩越誇張 大家可以找回我們的視頻 那一節 真的相當誇張 有人說 不單止 傳給特首辦也不夠 要報給警署 警方 當然要 國安處 還有中央網信派 死了 再加上國家廣電局舉報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何伯和何馬說起要改嫁 第一次在直播的時候說這些事情 那次的直播是在微信 有沒有記錯 是 微信 微信 涉及到內地的網信辦 也是國家廣電局要向他舉報的 為什麼呢 雖然說他看著何馬和另一個男人上床 這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要國安和警方舉報呢 就是何馬說他 你現在沒有用 又是怎樣 拿不回來的錢 又說你拿得到回來才算 因為何伯說 那我會拿回來的 那四百五十萬 你拿到回來才算 然後何伯說 我就說了 他會拿到他 全身瘋了 找他的弟弟說話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其實這個位置 網民都說 涉及到涉嫌恐嚇 以及恐怖襲擊 你記住 那八個弟弟在哪裡做 大家記得嗎 是很多不同的探病也好 或者一些不舒服的人也好 會出入的地方 還有很多救援服務等等 這些地方不可以亂來 較早前那些什麼 林詠彤 就是那個TVB 好像沒有做的藝人 就去醫院大炒大鬧 因為這樣 要上到法庭又被控告 你想想說 可白呢 你不要說裡面有沒有資料 你只見可白呢 我剛才說的 抱著一身竹仔 就是他拿竹筒那些 竹筒飯 是呀 抱著它 衝進去 全身竹筒飯 全身竹筒飯 現在還有人用竹筒來做炸彈 不過可能在可白的年代 一直認為是這樣的 游擊隊 是呀 抱著一包竹筒飯 放進去 還給我 還給我 那450萬米 快點還給我 其實這個竹筒 真的只有米 不是那些 這麼大小 就不是你 是呀 這麼慘 隨便把小筒弄出來 就扮成這樣 然後打火機 看一看 開身 出來 開身出來 老闆已經來了 你們五逆反骨 放給我 會不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 更加重重 可白呢 如果真的 我有些擔心 其實忠不忠援 已經是很後話 我很擔心 可白呢 一回來香港警察 可能以涉嫌恐嚇 或者煽動 發佈這些類型的訊息 會不會拘捕他 我覺得警方一定要留意一下 不關特首辦事 這個忠援 已經是小菜碟了 是呀 不過 我認為 都沒得搞的了 他那些傢伙在這裡 亂說廿四 哈哈 不過呢 要申請忠援 真是很過分 申請忠援 真是很過分 這些是 簡直是囂張 不僅僅 是囂張 是囂張 我做網紅 你又舉報我 令我的直播 經常失敗 他經常都說 我拍張床 你又說 要點點點 去投訴我 近過阿伯出來 又說 阿伯 蓋眼球 詐騙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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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他現在都說 例如說 那些 吃些什麼 會有些什麼好 按下 哪個月位 就會 醒來 就會沒事 按下 就會整個彈起了 這些都會被人投訴 牽涉到醫學 未必是實在的 多些投訴 令他經常說 什麼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什麼好說 你說什麼都可以投訴我 為何會這樣 他有這樣的意思 他覺得 你們弄我 他把問題 和責任 推給別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在哪裏 到最後關頭 就說 那我就算了 你們這樣搞我 那我就躺平 吃中門就算了 繼續直播 怎樣 政府贏我 贏我 做直播 吹呀 他就是這樣的態度 總之是躺平的態度 是不是 其他香港市民的努力 就是為了承傳他 或者成就他這個網紅 你想想 第一次聽 竟然是因為要做網紅 所以寧願不上班 什麼都不做 這樣去吃政府 這麼瘋狂的說法 都想得出 很過分 這樣的話 對於大家 有些人可能會想到中門 有些不是那麼好的 有些人要拿中門 感覺會給予一個懷印象 甚至中港關係 女性內地方面 這樣來香港 是否有這樣的目的等等 記住 這些都是個別例子 千萬不要一足打一船人 好嗎 沒錯 沒錯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是 這麼壞的是他 這個簡直是極品 絕對是極品 所以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不要有地域歧視人 沒錯 到時會不會有些社工幫助他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 現在究竟有沒有拿到 社會福利 除了公屋之外 究竟是怎樣呢 我想再玩下去 政府方面也要有些不同的部門 出來交代也不行了 好了 今集暫時聊了 大家有些什麼要說 不妨一起留言繼續說 好嗎 拜拜 拜拜